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都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可以带来一个三国战区风云在起的一个赵云啊 这个呢拿赵云打一个速通 各位应该都知道啊 风云在起这个游戏呢 赵云是属于比较花式的人物 然后花式的同时伴随着呢 就是他打通关子速度呢比别人都慢很多啊 因为他有一项这个独有的技能鞭尸啊 这样的话呢会一个小兵多打很多连段 让这个游戏的流程呢强行的加长 但是啊 如果用这个人物打速通 会是一个什么效果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期呢最早是一个老板点播的 妖雄妙老板点播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当时在打的时候呢 由于是第一次打 所以说呢打起来感觉 这个人物就跟个傻子一样啊 当时呢是打的用慢 然后呢还接了个B 之后呢我先来无视又打了一把 那就用一个感觉了啊 感觉这个人更少了 完全不适合速通 好可以看到呢 第一个画面呢 凭借一顿的AB一顿的出招 然后呢这个30多秒过了啊 之后呢这个位置来到第二画面 先把这个小兵清掉 前提呢都用这个AB的技能啊 因为这个AB的技能呢 比较的好清兵 这里呢直接一个BA 一个AB滑过来 一个BB直接带走 往前走 调好金珠 准备清前面的小兵 然后来这里一撞两撞 一个AB仗收掉 过来AAABBA直接收掉 往右金珠打俩 减飞碟 往左两撞一个AB 这里呢直接一个三条 带走 然后捡一个金珠 调锈键滑步进门 可以看到呢 这个人呢要打速装 就会牺牲大量的分数 导致呢这个人的等级 迟迟升不上去 那这样呢这个人物呢 就只能凭借打这个Boss来升级了 那这样呢打Boss升级 他就完全不如别的角色 张飞啥子了 是吧 什么张飞陆逊 完全就狗了 这里呢一个66A一个BA 然后呢趁机吃一口加血 之后这里呢贴架 我准备打算清 我呢准备把这个 第一关的张力剑 直接用到这 张力剑呢直接点三铁甲 要不然呢这个赵云的前级 打铁甲 废了可苟劲了 之后呢咱们来看这个嫂子 嫂子这个位置呢 直接开场 抢招命中 然后呢一个大挑的Boss来到板边 三下一个大捧展翅 滑步需要升级 AB打破招 再来一个挑 滑步需要升级 打一个破招的一个十三连 然后这个位置呢 我是准备撞一个腿脸娃娃 这里呢打一个 挑的一个撞连 然后呢捡一个这个锈键 之后呢小铁过来 这里一个撞的第二下也要 本来我是想连上的 结果没连上 没连上就没连上吧 手轻变招 直接呢打一个十二连 然后把傀儡减上 打一个锥 直接呢把这个嫂子拿下 直接带走 然后这个小铁 看看能不能打个十一连 走 这里素条失误了 最后爆动 现在一下呢 绿位有点卡 素条没整上 少个十一连 不过呢刀具减全了 这个十一连如果打上的话呢 刀具减不全 然后呢咱们来看第二关的Boss 定局斩下猴 出门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良好的进铸位 继续呢把这个进铸鼓上 然后呢进门 进门之后呢 左边有个天然的十五连位置 但是呢因为这个要四通 所以说呢没有选择连啊 直接把小兵打掉 然后这里呢继续再打掉 小兵打掉 这里呢别三下七手打一个撞 因为这个赵云呢 本身轻贼昆兵就很慢 所以说呢 我漠不如趁此继接啊 送到打一个十一连 这个人不然的话呢 得四下也打不展翅 然后呢可能还得带一下 打不展翅上也打二连 所以说呢 这里呢索性就这么搞定了 你看到是吧 四下也打不展翅 二连才能打死 前面打了个状 这地方呢良好的一个一打三的位置 结果呢没一三上啊 我正直接索性呢就气了 直接呢是把这两个兵呢打到晚边啊 用打不展翅平A直接收掉 然后呢滑不往前赶落 这里呢在上线直接刺刺下门进去 然后来看这个大狗 这个大狗呢 准备两个一起打 结果呢跑歪了啊 这个叉子找出来了 这是没打好啊 这个地方呢本来想用优先的大狗打十一连 顺道把不优先的打死 结果呢这两个大狗都散开了 不把我打了 这里呢直接来三下追地 炸死 然后呢跑A 这里打狗的位置也不好 直接B8A 挑 然后呢再挑 直接收掉 然后呢这里继续跑A 再打一个连招 只有这家伙 这个家伙这个 这个狗狗相互的能力是真是到位啊 他出门之后一步就跨过来了 这个大狗跑得比祝国亮的快啊 你不要不信啊 这个瞬间的爆发力是强人祝国亮的 好那咱们呢来看前边 这里呢直接往前走 捡一个飞碟 小兵出来 一个修剑清掉 快速的刷新下半小兵 然后呢两下一大风展翅 这里再来两下一大风展翅 直接清掉小兵 然后这个 这个兵 直接一个B8A 再一个挑66A 捡一个这个土雷 本来想一个修剑打掉的 结果呢这个人卷正好 让个飞碟身为一滴躲过去了 这里呢直接得撞一下 不撞的话呢 这个土雷没有 B收掉捡土雷 直接往前走 这个土雷呢是前期关键清兵道具 之后呢 时间往前冲 调一个飞碟 这个飞碟呢 等会儿到四个兵头再用啊 来兵头别用 这里呢AA大风 是清掉这个连者兵 最快的一个办法 之后呢 撞一个莲花地线面杂 然后反向丢一个飞碟 丢 命中 然后呢拖着屏幕 不要让这个道具爆到毒气里 不然不好捡 你看这吧 也是个细节 这里呢直接撞毒标 B8杀 捡毒标 捡金桌 蹲跑之中调道具 没调到 但是呢看到了金桌的位置 在左边 虽然没调到道具 虽然没调到道具 但是呢依然产生了效果 然后这个位置过来 直接呢撞A7手打一个11连啊 这里想打12连 那是能打 但是不现实啊 没有那个跑位的时间 11连直接打点分 清掉两个小兵往前走 开好金桌 准备呢一会儿打下火圆7手 这里呢直接过来 一个撞带一个B杀 这四个兵呢 这个虽然说有很大时间杀 但是呢这点时间呢 对于赵云是不够的 对于别人都够 那咱们来看 出门的第一套连招 三下回头四下 屏幕刚好打个61的11连 看到了吧 这样呢挥手 再打这个小兵 直接大跑 他自己跳起来 这不能来我吧 把41补全 然后呢再打一个挑 再打个BA 结果是双鸣起死 这跟我想的情况不一样 最后呢想打个金桌起手 结果呢这个怪跳了 然后呢把贴亚的血量控残 进去打倒 打一个金桌起手的空阵12连 然后往前变招 打一个13连 这样的话呢 连招跟伤害的这个 分数就双有了 之后呢调一个秀电 秀电呢因为到五到九 五到九季之间 不能打这个啥 不能打PA 所以说呢我选择果断 借一个66A起手 这样呢可以拿到一个莲花 再秀电66A起手 躲过一个无名火 继续打连招 大膨展翅 一个BA 然后减一个无名火 这个地方其实我就应该 直接用必杀五六了 我想省点气 我想呢直接三下一大膨展翅就死了 结果呢队上没给机会啊 那么呢我就再倒闭以后 开始啥就完事 好这个位置呢加血一减 其实呢这两关来讲啊 虽然说是6分20秒 但是呢这个速度对于赵云来讲 绝对是够快的啊 就这个6分20秒 但是对于别的角色来讲呢 啥也不是 可能能比诸葛亮快的啊 因为诸葛亮打这个下魂元更慢 但是呢诸葛亮打前面的Boss快 好咱们来看这关 这关呢因为这个土雷呢 这个比较的宝贵啊 比较的这个不够用 所以说呢选择直接用板钻啊 因为呢这个土雷你在这个画面用了 别的画面就用不了了 但是呢你别的画面用不了 你得用手打 这个地方呢你不用你得用板钻砸 所以说呢我选择把土雷呢 留到了更往后的一个位置 这里呢继续连续板钻砸砸 没有时间打12连 所以说呢咱们呢就连续的板钻 奔跑之中挑土雷进门 大家看这儿 这里呢土雷最好的自然就是一炸四 有没有 没有 然后这个位置呢本来想打这个大狗 结果呢我还怕什么呢 我去打这个上面的胖狗 底下这三个兵的位置变了 所以说呢我选择呢让一步啊 然后呢后打这个胖狗 这里呢一个下扎 没死过来给个追地扎死 还没死再给个追地 剪修剑 往前走 这个地方呢我决定开个必杀啊 因为这个道具 道具也不够用 必杀结束之后呢 扔个土雷 有没有一打一打三 来可以有个一打三 然后呢打一个兔子满血 不错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位置呢直接来 往前撞撞撞撞 ABBA扎 减一个这个注重量 先保证修剑的一个清兵效果 这里五个兵直接给必杀 有没有全中 少一个兵有点可惜 这里两个贴架准备再打个必杀 哎 第一下这个必杀没划出来啊 正好了 然后剩了个胖子 这个有点担心 居然能剩个他 BA条66A收掉往前走 先拆这个 再拆这个 我一下炮弹 别被炮弹砸倒 砸倒会耽误时间 这样的话呢 两炮之内咱们往左拖屏幕 划铲 撞一个金珠有没有 可以有了 那这一个金珠呢 可以帮助前面 轻这个四个小兵 一二三 漂亮 这样呢这个车就可以快速推过来了 然后这个人呢 打下护盾呢 有一个伤害加成啊 但是呢 这个拿下护盾 对元军令 没什么用啊 你不要当自TAS来看啊 你这个19的速通 这个下护盾 对元军令 就是没用的 这里呢 我直接打一套 这个往前走的小连段 切一个66A 没跑起来啊 可惜 反正想撞一个修剑的 这里呢 直接三下A七手 6A 然后呢 三下A大风展翅 滑步取药升级 撞一个修剑 剪刀剧 我是想把毒蟹撞出来 咱们来看看能不能啊 这里呢 直接来66A七手 没跑起来 不过也不影响 前A B8A 再B8A 这个位置等于B8A啊 打了一个A1下 12连 结果没打出来 那这里我们来看 最后一套 撞A七手 没打到 但是可以压个起来安全招 撞A七手三 回头四 大风展翅 直接死 后边失了 因为要这个分 也没什么用了 打张聊之前 肯定不能失级 打张聊一半 肯定失级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 最后这点分 就无所谓了 用最后一个能量 撤掉三个铁杆 带三个刀兵 合理 然后往前走 找寻地鞋暴的 一个金珠 直接剪 他金珠 或者四个 可惜 然后这里三A倒地了 打不死了 索性下去 剪个修建 利用胖子倒地的时间 多花了一个修建 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往前走 直接过来 这个地方呢 直接修建 这个地方好漂亮 这个地方修建 居然能能 用这个效果 难以想象 然后那这里 B8A 最后下打66A就好了 这里有扎一下 想把胖子捕死 结果胖子没死 钉板也没把胖子 打死 那可惜 这下钉板打死之后呢 我就叫我先走滑过 然后呢一个BA 这下居然没打着啊 这下耽误了时间了 本来这下我是想 BA接一个AB的 结果呢 被小兵打倒 耽误了那么一两秒 这里一看一个BA 一个AB就死了 左边那个等着自然打死 现在呢 杖料 杖料最好的情况呢 就是怪一正要打12连 然后我可以装一个杖状状 让人要四马一用 咱们来看 来 等到风景谈音结束 这里不要第一时间打他 第一时间打他 会出一个冤军铁甲 所以说呢 咱们不想让那情况发生 这个位置呢 直接打一个两条的12连啊 没带撞 这个撞后边带就行了 升级好招 直接来 挑 四下A 大碰斩翅 66A 一撞 虽然说这个伤害有点低啊 但是这个招人撞是B拿倒击 没有之一 最后呢 再来 三下A 大碰斩翅 滑步 升级 好 两撞 然后继续 现在十级了 抢招的资本就强大了 看见了吧 四下A 滑步 然后呢 三下A 大碰斩翅 三撞 再来一撞 他就死了 他就死了去了 他就来招完了 这里呢 四下A 滑步 老套路 再来一撞 四撞 OK 最后呢 只需要把这个张辽 击杀就完事了 三下A 撞 打一个这个 高伤害的连转 三下A撞之后呢 我是取消了 打了一个十级的一样 这位就滑过来呢 只是为了拿小哥的一个能量 然后 结束 不到十一分钟 这个成绩 还算可以吧 目前为止 前三关呢 没有什么失误太大的地方 对于这个赵云来讲 难能可贵的一个事 好 咱们来看这个大义师荆州啊 直接这里呢 往前 直接一个修剑的一个三杀 再来一个修剑的两杀 没杀到 撞一个 凳杀 扔一个莲花 掀起来 把周永令丢掉 前面呢 我是想来一个这个 毒气家周永令的一个组合连端 让这个胖子快速的一个汽车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修剑没有打到撒 导致呢 这个兵 没死 然后这俩兵呢 也没一起杀掉 本来呢 我是想这个 这个啥 这个毒气提前扔一个兵 然后呢 修剑再打一个兵 结果呢 上面这个兵没死啊 就直接刷底下再俩兵 我没有时间往那儿走了 又再可惜 这里呢 毒气快速清一个胖子 问题不大 然后呢 往前走 最后呢 这里过来 A撞 开始呢 这个三杀 大风感是 一个这个B也没打到 这里呢 赶紧把两个兵也死了 这个B也没打到呢 耽误了刷刀兵了 往右的修剑 往左的人杀 可以看到这个赵云呢 A这个小兵还有三下 之后呢 调一个这个土雷 然后后来感觉土雷不太好 因为这个地方呢 你把土雷炸掉大狗 宋江打的也慢 手心一个莲花 全给我死起得了 这样呢 全部搞定 好 往里走 然后来看这儿 这个地方呢 一堆小蛇 直接溜溜撞 雷宋江也撞出来 这里点A点A 一堆一臂 直接全清 在B之后呢 把宋江炸死了 还没死啊 好扛揍 最后呢 这个位置呢 土雷有没有一炸四 来 哎呦 可惜短了一点啊 人帅枪长 这个时候怎么短了 打了虎一套大连段 然后把这个宋江的雷撞掉 最后呢 往前 挑一个毒雷啊 准备在这个画面用啊 最后面呢 先把上面这个兵打死 下面这个兵 已经会走 这里呢 四台大鹏 一个BA直接收掉 然后往下走 这个兵没下来 不影响 堵着这个兵出场位置 一个毒雷一打四 非常漂亮 然后呢 一个四台大鹏 是收掉 最后呢 捡这个绣剑往前走 BA左右甩 全部甩死 绣剑一打三 轻松命中 之后呢 再来 把两个小兵打死 捡金珠 轻兵用往前走 滑步把铁甲拖出来 往左拖屏幕 让这个贴甲能动 打一个必杀 一打四 漂亮 然后先杀 左边这两个 凑到一起的 ABA 挑 然后呢 AA再AA 借着刷兵的期间 捡一个绣剑 这里扔个绣剑一打三 没扔到 然后呢 用手扣 拼扣 之后 这里呢 再来 拼A 好 搞定 来看里边 里边呢 我会选择用一个 必杀 加一个这个莲花 组合套路 先来一个绣剑一打三 然后呢 两个Tia军杀一个 就会出新的了 接着实体消失期间 捡一种道具 然后往下走 挑好莲花 先来个地杀一打四 然后呢 顶一个毒气筒吧 我们来看啊 顶一个毒气筒 弄一个莲花 有没有一打五 漂亮 这个画面可以说 处理的非常的好 但是呢 最后一个莲花没了 最后一个莲花没了之后呢 右边那四个大驴 就保清了 下一关有四个大驴 就不好搞了 那这里呢 我就要考虑 李萌撞一个绝让了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飞碟轻这个 厉害的这个 小吕布 然后往前走 打一个必杀 这里面必杀一清四 这四个驴血都很厚啊 非常划算的必杀 然后呢 打一个进铸杀上 然后往下走 找一个修建位 A再凑到一起 一个修建 直接杀 上来打吕蒙 吕蒙这里呢 肯定是看场直接跟他抢招啊 因为赵银的抢招能力呢 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手不长 但是呢 抢招的这个第一下 判定位是很长的 成功抢到 三下一撞往下走 躲修建 这个小兵你是狗吗 他出来第一时间就卡我 为什么 哎呀 这个位置跳又躲开了 你再卡我 想我忘记了 这个地方卡兵了 导致呢 B8A太着急挑 出了一个AD 然后这个位置呢 继续四下一 这个兵终于没搅和 挑 这位置再挑一下 因为那有破招 所以说呢 不在乎插那一连 支三连就够用 这里呢 B8放到贴甲 省了他搅和 三下一还被吕蒙防了 有点背 这里呢 四下一这些滑步 因为我心里明定呢 这个铁甲会卡我一下中式 这里呢 三下A撞 12344下A 大风展翅 再走 打一个两撞连段 虽然说会把这个 吕蒙撞到屏幕内 但是呢 他会跳出来 这里呢 继续打一个三下A撞 这个捡到了 掩者身上的绣剑啊 然后呢 这里继续撞 哎好 这个绝杖呢 没有躲开 有点菜啊 这下呢 其实是能转身躲的绝杖 然后呢 躲开绝杖以后呢 控吕蒙一个非凡状 死的血量 他已经够死了 这里呢 直接扔个非凡 收的 这个绿帮令是必收的啊 就收的 然后呢 咱们往前走 来看这 这地方呢 直接捡 一顿小修剑 好 之后呢 这里有调了个独标啊 这里我其实应该用一个绣剑啊 呃 这个绣剑 赵云这个绣剑 在这个版本里 能不能打死 这个射箭的弓箭手 我真不知道啊 我这都要求打不死 所以说这里 我就以为打不死 然后呢 我想来一个独标的一打四 结果呢 独标还只打了个一打三 这有点坑啊 这个独标说实话呢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 我应该会用个绣剑 这里呢 这些绣剑的三杀位没有 打了个四杀位 四下一大风展翅 捡一个绣剑 往前走 前面这里呢 我会选择用个飞碟 这里飞碟的效果更好 但是呢 不是一个一打四的可惜 这里呢 直接三下 找一个开场位置 土雷压制 要不然的话呢 压不着了 这里呢 继续在四下一大风展翅 收掉 往前走 看着个铁骑 这个大驴 直接往前 我准备开个必杀了 来个一二三四 大风展翅 哎呦 我想大风展翅落地 开必杀的 结果大风展翅 没让我落地 真厉害 这里数剑往右 人不得还伤害 数剑往左 全部清掉 这里过来 然后来看这四个兵啊 这四个兵的话呢 得先让他们聚一聚 因为这个赵云 12级的绝战 不是那么太好用啊 他们这里呢 直接来 哎呦 你有病啊 好 哎呦 完了 少一个啊 这少一个很大故事啊 你看啊 这一个铁 这一个铁驴 看反照 这个铁驴要打多久 这就是运气 没有办法 方案设计到这了 没打着 开场一个五飞 有点累 调一个绣剑 往上扔 直接扔掉 然后呢往前走 来看这 这个地方呢 现在能量啊 有点不得进 好 这里呢 直接来 撞一个 撞一个是啥 撞一个莲花 直接杀掉 五沙子莲花 往前走 这里先把家穴打出来 一会儿空拳的时候吃 撞一个金珠 这里呢 直接三下A 大空展室 空拳的时候 吃一口加水 那个土雷 不耽误 这里呢 再来四下A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丢道具了 但是我没有气 我打虚处 必须要一个气 来撞了一身锤 之后这个位置呢 骗一个 好 骗出一个气 金珠一冷 没打到 有点可惜 这里呢 直接暴气了 感觉这个气槽 的时间是正好够 这位置呢 直接清掉 然后呢 调金珠 往前走 撞 撞 张蓝先生就费劲了 张蓝先生费劲 打虚处就慢了 就是一环扣一环 那个情况 鞋招没有 那咱们来看啊 这里呢 七手 三下A 撞 四下A 大鹏展室 一个撞没接上 然后呢 这里小兵 咱们给他清一清 BA收掉一个兵 之后呢 这个毒气的位置 也不好 咱们呢 从右边 我想从左往右连啊 先抢招 然后呢 这里呢 准备打一个尾连 再挑 再挑 一个撞 虚处落地 不倒地 然后呢 再抢四下A 这是一个尾连 你看这吧 这套招呢 合理 但是呢 运气成分太大 最后呢 虚处一个抢招 给我直接抢掉 咱们起身再跟他抢 三下A之后 六A 再来AA大发展室 因为要升级了 尾连不了了 之后呢 这里接着来 等虚处跑位 一个毒气筒 先打个二次毒气 没打到 之后呢 拼A 发现虚处不是第一优先 惊喜来了 你看这吧 这里呢 明显打到小兵身上了 然后虚处断招 还手了 这里呢 调了个金珠直接起 三下A之间往前撞 然后呢 四材A B8A调 再来个BA 这里不敢撞了 因为我忘了 我撞虚处几下了 我记得好像是六下了 不怕把雷神锤撞到屏幕里 这样的话呢 就写坑了 这里呢 扔个毒气 虚处没逼过去 A撞 发现没有雷神锤 六A 然后呢 继续撞 还没有雷神锤 这里呢 三下A不能再打了 还缺锤子呢 等虚处过来 这里呢 直接一个撞 然后呢 四材A 大不展示收掉 锤给出现了 这种情况之下呢 本来啊 极限空气槽 我可以呢 出门直接两撞 就把雷神锤撞出来 但是呢 极限的气槽呢 之所以你整极限了 它是因为 对吧 为了撞完雷神锤 马上就可以连招 不然的话呢 你有气槽的情况之下 你是连不了虚处的 那这样呢 极限的好处跟坏处 就体现出来了 对吧 好处就是 如果我这个气 极限上了 将会打猪处很快 坏处就像现在这样 没几千上 就会变慢 反正呢 我是不会选择那种 终于一种举手打法 最后呢 这里来 这一个B杀 清掉了四材亚兵 然后呢 滑步的一个这个啥 一个AB 然后升级了 这下我没注意瞅分啊 注意瞅分 我AB之后 一个滑步还能补一个四材亥士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黄盖起身给我轮了 咱们呢 继续打黄盖 打一个四材 再来一个铁亚兵 这小兵怎么这么搅和呢 我这个小兵 我感觉看的难度不对吗 我怎么每次感觉这个 这个游距这直上 开成单击就这么怪 这里小兵很厉害啊 这里呢 再来 我这位队呢 是为了撞黄盖身上的绝战 清明 另外呢 就是你赵云啊 伤害最高的连转 就是我这套 三下A撞 然后呢 四下A 这个四下A呢 打当天等一杯 这是伤害最高的一套连转 然后呢 接大风展翅 大风展翅的上海高 之后呢 可以打一个AB 再打一个破招 你看是吧 这个呢 伤害跟那个破招分出都兼顾了 这个位置呢 鸡屑 给小兵留个后路 哎 这里呢 是没有时间打死这个小兵啊 因为打死小兵 就赶不上黄盖的一个这个跳跃了 这就是速通的弹腾的一点 你看这个小兵 实不相瞒啊 我开的是简单难度 我为了怕这个赵云连着时间太久 被小兵搅和 所以说我开的是简单 但是你看这个小兵啊 这个小兵几乎每次都是第一时间起来就揍我 或者第一时间来就揍我 我一度怀疑这是天王难过啊 但是我三条呢 确实没开说 就是简单的 那简单小兵这么猛吗 AB破招 打一个挑 收紧一让 吐半瓶 最后给他打死 最后呢 我需要的解决柜也出来了 三下A撞 四下A你不能吧 小兵人 大铺展士 滑步跑 AB 你以为滑步跑 那拉开距离 AB呢正好补足伤害 那这样的话呢 磕磕磕磕 拿下了黄盖 这一关呢 最大的失误点呢 毫无疑问是虚楚 也不能说失误吧 就是那一个金珠 能不能扔着那三个胖子 扔着三个胖子 虚楚就来了 七槽就够了 扔不着 虚楚就没了 七槽就不够 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贯彻好方案 就干就完事了 最后呢 24分20秒了 21分20秒 来到了一个最后一关 出面的一个嘴角呢 并没有打出一打四的效果 这个小兵怎么这么力 太难啊 好这里呢 一个滑步又被对面阻止了 一个挑一个A 直接收掉往前走 直接下来 因为有雷神锤 走电道 少打一个boss 出门呢 一个秀剑往左 人在往左捕A 滑步过去 必杀捕两个铁甲 然后呢 继续往前走 一个秀剑 捕两个忍者 这个位置呢 我选择丢一个土雷 原因呢 就是土雷可以把右白的两个军清掉 人可以逼A8 左边的攻击手 一次性带走 虽然没带走 但是呢 也不错啊 出这个效果 带一个秀剑 往前走 给一个莲花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个绝账 这个地方的绝账 其实比较靠谱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为了伸点道具 扔他土雷吧 有没有人去打4 运气非常好啊 这随时运气 然后呢 往前走 来看看这个啥 这个毒气打魏延吧 最后呢 来毒气吸手 这里呢 左一个剑 三下A 撞 四下A 这滑步没出来啊 这是滑步的一个失误 我是强行的 补权了四招一试 但是呢 魏延可以看到呢 这个给的位置就不好了 这就是看场连招 这个失误导致的一个后果 咱们这里呢 直接把魏延堵过来 打一个条 这里呢 也是这个大盆战士 不确定能不能打20啊 这个毒气 扔的就有点脑残了 很明显魏延在角落里 肯定是会走的 这就是自己扔了一个脑残毒气 这就怪不得魏延了 然后呢 继续再来 扔一个毒气嘛 没扔 直接选择抢招 被魏延抢了 好 抢掉魏延 那这个小兵应该影响不了了吧 因为上边这个地图窄 这小兵一时半会上不来 好 问题不大 然后呢 这里等魏延出招 最好是网游冲 没冲 弄一个毒气命中 这里卷择直接往左打 很明显网游不了 这地方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这个小兵上不来啊 你要是不玩啊 这这么网关这小兵 再来毒气 命中 没中 直接抢 那这就是自动啊 刻不中缓 上去抢 邪招没有 这里呢12连 这就滑步取消 还有一套连招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的一个战斗 来可以直接抢了 逃着有小兵的风 天鹅暴击啊 这里继续 做一套连招 直接来三下A 四下A起手 撞一个大破闪吃 好直接收掉 挑一下没用了 因为这个赵云的速度 你是永远生不到20级的 这里呢 B也把小兵放倒 脱屏幕给他脱埋 除了被烟令和架飞以外 到去全体 奔跑之中 调一个这个毒标 这样呢 保证开门啊 就能用这个毒标 直接清兵了 来了 这个位置毒标 一个打三 调一个毒气 直接一个熏 要不要一动四 哎呦 这毒气的位置 弄的不好啊 我以为是一动四 我还挺自信 我还往前撩呢 这位置来 一个修剑一打三 然后呢 往前滑步 这里呢 我想等小兵拖出来 然后呢 我想撞一个毒气啊 撞一个毒气 因为到底不太高 结果呢 这个棍儿还被对外跳了 这三个棍儿 真是他娘子难受 这位置呢 直接开闭杀 来一个一打四 然后呢 剩了一批兵 直接来个练花一打五 问题都不大 好往前冲 这个四马一肯定是不卡兵啊 毫无疑味 调一个酒壶 准备一会清兵 这里呢 直接来小兵弹调 然后呢 往左滑 四个铁打一个地杀 没问题 但是站的位置不好 虽然说这个位置呢 一打四 但是呢 这个没有奔天杀 这里呢 调一个修剑 扔完之后 直接一个超杀 那个酒壶已经没用了 咱们呢 直接把超杀用掉 这位置呢 等一个四马一往上点 跟铁甲错砍 好位置 直接亏来 招完状一扔 调好里门 直接起手飞碟 秒条里门切换 吸手之后 琉璃 正好 一钻 两钻 三钻秒杀 稳稳当当 这就可以看到 是吧 前面呢 要的这个 杖了后的一转一转 以及呢 收的里门令牌 有多么关键 不然这个四马一 就打去吧 没有两分钟 一分半以上 是解决不了的 这个地方呢 慢点走啊 等一个小渊总 哎 你看 我一猜你就会来啊 这个小渊总 你又不等 曹导是第二游钱 这个游戏就玩不了 好 这样呢 可以看到呢 七手刀具 所剩无几 两个破飞碟子 一个毒气桶子 然后呢 一个神仙笔 神仙笔呢 如果出到 大虾跟蛇 是比较不错的 一个情况 出个石头也不错 石头呢 可以打点伤害 起码一个石头呢 钉赵云 半头连招了 咱们这里呢 划不过来 挑一个这个神仙笔 直接来 起 哎 你别回去啊 他回去了 所以电起手 挑 三下来大混战痴 三下来必杀 必杀呢 只是为了松大输出 哎 你才知道 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位置呢 继续准备下一个特杰起手 哎呦 但是位置不好 没事 往左挑一样 这里三下 大混战痴 第三下也没打着啊 自己连招的事物 有点可惜了 愣隐身一 这个隐身一呢 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呢 就是 不怕想招挨打了 坏处呢 就是拼运气的话呢 像我这个运气 就他娘子有点废了 正常来讲呢 你用这个隐身一打 操操啊 打一来下之后呢 起上 哎 起上了 这里呢 就是连滑气手的好处 三下也挑 然后呢 给一个这个AB 最后呢 滑过来 拖一个屏幕 不让他加起 愣隐身一 因为这个地方 虽然说隐身一一啊 打操刀 百分之八九十的概率会防 但是呢 你可以逼过天甲兵 你看这天甲兵啊 跟狗一样的后边角落 现在呢 将近26分半了 最后一刀连招 他防了 然后呢 再愣隐身一 这下防不了了吧 没防 这里呢 挑起来 大风战痴 那这个成绩 我也不知道 算快算慢啊 因为这个人物的司通 极其淡疼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 玩这个人物的司通吧 除了这个 我这边啊 有老板点播以外 感觉呢 这个人的司通啊 玩起来纯粹是凿罪 第一次玩感觉很少 第二次你玩多了以后 你就感觉啊 你很傻 你第一次玩完了 你为什么要玩第二次 是吧 那么好吧 我是本集结穿永恒 喜欢记得点赞 明天同学之间 都见不散 拜拜